根据市政指出 透过每两年一次粪便 前血检查可以降低 35%的大肠癌死亡率 口腔粘膜检查 可以降低26%的死亡风险 每三年一次子宫颈抹片检查 则可降低到70%的死亡率 在在都说明及早筛检才是关键 6月1日开始将再进化 如果是一个早期的癌症的治疗 那其实每时17位 大概就会有一个癌症 所以这个风险是非常的高 如果是阳性的以后 如果你没有去做这个确诊的动作 实在是非常的可以 有确诊才有后续 根据国监署的调查 平均每4分19秒就有一人离癌 但初期通常因为没有症状 如果能够及早发现的话 早期介入治疗 阻断变异细胞发生癌变 存活率就能够大大提升 你还可以跟他来做安排 哪一天你到哪一家去 你喜欢去哪一家 然后再跟你安排 然后到那边去 直接挂哪一个公司 每个阶段都不露阶 为不不提拨每年5亿的预算 国健署以及健保署合力 推动健保癌症治疗品质计划 从筛检追踪到确诊 针对了大肠癌 子宫颈癌 乳癌 口腔癌 还有肺癌等5癌 如果筛检结果异常 将进行主动追扬模式 从过去的8成衰减率 一直提高到9成 协助民众进行下一步安排 来降低癌症威胁 人机会是张陈正宗 台北参访不到